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让他知道今天有挂号 应该还是有轮班的人员会告诉他吧 好不好 我们再喊一次保留乐生改革成真 保留乐生 保留乐生 改革成真 改革成真 送报到正院 送报到正院 乐生要重建 乐生要重建 地址是台北市中正区中校东路一段一号 中华民国行政院 收件人的姓名林全院长 招领地点 凯德格兰大道一号 招领时间 民国106年4月29日下午一点 由由乐生保留自救会 轻送贵院之乐生重建大平台规划方案 夜经投递 无人回应领取 请您自4月15日中午12日 12时起 自4月29日前 自会福部乐生疗养院 救援区亲自领取 如二领取 请4月29日下午一点到凯达格兰大道 参加热生重建元年宣誓大会 领取方案 三个礼拜之内 有455人一起募资完成的 三个礼拜之内 我们就登上了头版 虽然 在过去 我们只能忍受我们的报纸 我们的媒体 每番一页都是房地产广告 每番一页都是我买不起的名车跟名表广告 但是没关系 就在今天 游行十周年的这一天 我们可以占领头版 可以站在所有的房地产前面 是由我们每一个人 一千两千 甚至三千四千 或者是三百四百 这样子的金额 一起累积起来的 第一件 川总统 有这种新的 这个生活 他走到有了 而且 国法会 开会我也有 我只能够表达 我团形我们这个历史 不要让我们回去 平台如果没有做 政府就是没有发生 就是现在在拖 现在在拖就对 所以说今天 很多东西有参加的人都来 表达说我没有拖拖就对 我如果是只要 再拖去存在 我们继续 还是要拖下去 那是绝对没停就对 今天这个大平台 他承载了非常非常多的 台湾的重要的价值 包括乐生的医疗历史 包括过去的人权历史 其实也包括我们在场的每一位 大家一起走出来的 关于台湾社会运动的 一段非常非常重要的路程 我们原本是希望这个轨道 是从地下走 是通过一个隧道可以过来 但是这么多年来 它被开挖了 是不是 开挖以后 让我们乐生的朋友们 没有办法回家 也没有办法出来 那我们现在就是想要找到一条路 可以让他们好好的 平平安安的回到家 那这个呢 就是在路口的这个地方呢 要直接能够透过原来的道路 进入到这个王志行这一栋 进到他们原来的家 所以这个平台是一个大型的斜的坡 我们要让这个高度 在山上能够斜的下来 到路口 马路边 在这个前提下 国发会做了一个权益说 我们支持这个平台的方案 也就是说这个平台 因为它是要斜的下去 要到路边上 让他们的这个代步车 什么可以缓缓的上到他们 上到他们的家园 就在12月的时候 跟国发会协调的时候 我们达到各部会的共识 最重要就是捷运公司 他同意也有这个专家的复议 就是靠马路边的这个几个轨道 五个轨道 我们把它剪掉 并不影响捷运的运作 原区规划目前就是只有修缮 修缮破旧的 还有比如说他 对对对计划一些 那个未来的活动 但是我们认为一个完整的原区 它的入口是非常重要 每到一个 不管是参观一个博物馆 或者是任何一个景点 一个人们喜欢去的地方 它入口的品质非常重要 你一进入口 就会感受到这个地方的精神 跟它的价值 所以如果这个入口没有做的好不好 我们希望卫福部不要再逃避 他们确实是有点逃避 因为如果要做大型台案 就必须跟捷运族协调 那他们是非常愧疏的 他们会说 我们是一群医生 我们不知道如何跟捷运族交通 所以这也是需要 为整支行政院出来 做协议港的出移 如果关注很多年 你就知道 坚决这个态度 其实是已经软化了 那时候我们就寄 非常非常深的希望给行政院 20年来 就是在面对这样子的困境 从10年前的那一天 大家慢慢从凯道离开以后 走过了 愿民带我们走过了 这么这么长的一段路 这么这么不容易的一段路 今天我们又可以在凯道上重逢 还可以让10年前的诉求更加完整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缘分 请大家不要忘记 也拉你的朋友一起来 4月29日 我们一起对10年前的回忆 让它完整 也为10年后的人 这些小朋友们 长大以后的世界 交给他们一个最珍贵的礼物 就是一个重建的 完整的热声聊天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